无论是红烧大虾还是油焖大虾, 所有的美食节目或大师们都会用到葱、姜、蒜、料酒, 甚至蚝油、番茄、沙丝,有的还要勾芡。 严格地说,这些美食家们的做法不是说不好, 只是说他们还没有领悟到烹饪食材的精髓。 例如烹饪海鲜,不能用料酒, 只有那些不新鲜的食材才需要添加, 尤其是在腌渍鲜虾,如果用了料酒, 肉质还会发粉,不再Q弹。 准备好新鲜的大虾, 处理干净。 宽油,六、七成热,虾入大虾,煎至两面变红。 盖成中小火, 鱼油中加入适量的白砂糖或者是碎冰糖, 搅拌至充分的融化。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传统酱油, 再倒入煎过的大虾。 升油温,把虾兜匀,收汁出锅。 这就是红烧大虾的顶级做法, 看似简单,味道确实易绝, 你试过就知道了。 这道红烧大虾只用了酱油和糖, 它来自几十年前高人的传授, 网络上至今没有这样的做法。 东哥不是专业厨师, 但我要感谢在各行各业中 给我授业解惑的老师们, 感谢您的收看。